嗨小美人 每个人的美都源自不同的东西 但是你有想过你的美是属于哪一种吗 快来试试看这个测试 找到答案吧 早上醒来时 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暂停闹钟 然后转身继续睡 多睡20分钟有什么关系呢 起床坐在地板上 开始你早晨的冥想或瑜伽 前往浴室带上你的早晨 沉面膜 你必须让你的皮肤为白天做好准备 倒一杯新鲜咖啡 而且你昨晚就为他做好准备了 给狗狗喂食 然后带他去散步 你对他的美容秘诀是什么呢 是在厨房做实验 制作属于自己的美容面膜 无论是美乃滋还是酪梨 还是美味的砂糖磨砂膏都会用到 在家里制作美容产品可以省下好大一笔钱呢 保持好心情 你内心的感受会真实的表现在你的脸上 所以你越快乐 你看起来就越融光焕发 每天你总是试着至少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 就让你的笑容更加灿烂 每天按部就班的护肤 你总是在晚上洗脸 涂些金铝霉和一层薄薄的保湿霜 无论你多累都不会错过一个步骤 总是换着不同的方式和产品 你从不会想要每天都做重复的事情 而且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 有点像在做断脸 你总是喜欢尝试最新最好的护肤品 美容秘诀 你真的没有 坦白说 你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担心 你的公司马上就要举办年度颁奖典礼了 你需要为这个场合打扮一下 那你会穿什么呢 不会太闷或正式 你会选择一件柔软的连衣裙 和你多年来最喜欢的平底鞋 它们虽然有点磨损 但你很喜欢它们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希望获得年度最佳员工奖 所以你会穿上自己的幸运衬衫 并且确信它会为自己带来好运 经典的纪尾酒礼服 和低调和时尚的细高跟鞋 这个装扮永不够实 金卡带衫 在Mate Gala的最新款套装 虽然是山寨版的 但是你知道自己还是会吸引很多目光 由于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活动做准备 所以你打算穿上去年在唐兄婚礼上穿的漂亮衣服 还很合身 那就这么做吧 你的日常眼妆是哪一种呢 相似的基本款 但你会加一些惊喜元素 比如说像是彩色眼线笔 甚至小珠宝也有可能 你最喜欢的是亮色眼影 闪闪发光的眼影 像阳光亲吻般的外观 让你感觉自己更加漂亮 无论是工作还是和朋友显光 你都最爱基本的毛眼妆 让你看起来眼睛更大一些 和任何装扮都能搭配的很好 你总是跟随最新的化妆技术 因此眼妆也时常变化 由于当下的潮流是修饰轮廓 所以你现在的眼妆都是基本款 如果你有时间你会刷上睫毛膏 但是你一般不太会画太浓的眼妆 你喜欢从哪里获得时尚的灵感呢 你喜欢从其他国家的人们穿着中 寻找灵感并自己尝试 大自然 因为你喜欢大地色 另外你的风格随着季节的不同 而有所变化 玛丽联盟路 奥黛丽贺本 经典扮相是你的最爱 看看YouTube和Instagram 上的网红们都穿些什么 你喜欢不时翻阅杂志 但偶尔你也会尝试模仿自己看向的打扮 你最好的朋友会如何描述你呢 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 而且非常具有创意 禅中女王 你永远不会失去冷静 并且善待身边所有人 你总是看起来完美无瑕 希望有别人对你关注 你超级时尚 总是知道周末去哪里才好玩 你非常善良 并且想要想办法让身边每个人都开心自在 你准备去一个非常潮湿的地方 修早该修的假 你会带像什么美容产品呢 因为那里很潮湿 所以你会尽可能少带化妆品 你更倾向展示自己的穿搭风格 所以会多带一些色彩鲜艳的衣服 有趣的发饰和引人注目的鞋子 不会带任何美容产品 为什么不顺从大自然的呵护呢 在这样的天气里 你每天都能享受到天然的脸部护理 即使在80%的湿度下 你也不会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下离开家门 售假期间你可能比平常少穿 但你一定会带上一些美发用品 基本款的口红 眼线笔和睫毛膏 你看到现在很多迷人都在海滩上 把自己理得美美的 所以你打算这么做 你会带上大量的防晒霜和防晒服 嘿太阳的伤害可不是开玩笑的 以下哪项是你最大的噩梦呢 必须穿一辈子的校服 一辈子都被困在隔间里工作 你突然变得对所有化妆都过敏 从现在开始外出必须素颜 失去WiFi讯号 当你的亲人真的需要你时 无法联系到你 好的啊 问题问完了 现在检查一下自己的答案 来看看最终结果吧 你的美丽是属于哪一种呢 如果你选的主要是A 那说明你是一位难得的美人 要么大胆 要么无所谓 是你的座右铭 人一辈子只活一次 那为什么不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呢 你喜欢尝试不同的风格 只要你喜欢就行 无论是竹目送给你的传家宝项链 还是最大胆的唇色 你都喜欢用你的外表 让人对你行注目里 你倾向不轻易扔掉旧衣服 化妆品和配饰 因为你非常喜欢自己这些独特的东西 但如果你没有再穿它们了 那就不要再执着于它们啰 你总是在寻找有趣新鲜的事物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就真的没有必要把东西堆积上好几年吧 如果你选的主要是B 那说明你是一位崇尚心灵世界的美人 你喜欢审视自己的感受 关注内心 这意味着你喜欢展示自然美 并透过化妆和美发产品来增加这种美 让自己感觉更加良好 你最大的灵感来自周围的环境 当你成为真正的自我时 你会感到很平静 你内在的和谐是你美丽的泉源 你有时候你会陷入你自己的感情中 不会意识到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但一定要注意 有时你那顺其自然的态度 可能会冒犯到别人或违反服装规范 如果你选的主要是C 那说明你是一位古典美人 说到经典之美 你从不会让人失望 你的灵感来自玛丽莲梦露 和苏菲亚罗兰的经典外观 你不喜欢尝试实验性的外观 也不会紧随潮流 经典之美永远不会过时 假衣服没有破 就没有必要改变 虽然你喜欢经典外观 但试着不要限制自己 仅仅因为你多年没有改变过你的化妆风格 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偶尔寻找一些乐趣 改变自己的风格 不然你可能会错过一些 你真正喜欢的有趣的美容潮流哦 如果你选的主要是D 那说明你是一位现代美人 你肯定知道最新的潮流趋势 朋友经常来找你寻求化妆和时尚的建议 因为你总是对目前流行的东西凉弱指掌 你喜欢上网和化妆教程和街头相簿 来了解最近的潮流 紧跟潮流 从网路上获取美容灵感和技巧 教它们安全可靠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会牺牲自己的个性吗 如果你和其他人都有着同样的服装 妆容和发型 那你与宇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喜欢某个打扮 是否真的是因为它会让你感到高兴 让你觉得好 或者只是因为其他人都在做这件事呢 也许你可以试着创造自己的潮流 而不是盲目的跟从别人的 如果你选的主要是E 那说明你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美女 你的善良和慷慨是你美丽的真谛 你对美的看法不仅仅是外表 你相信它更多的是 关注于你对生活的看法 而不是你的外表 无论是照顾动物还是照顾家人 你的美丽总是深入人心 虽然你以照顾他人而自豪 这件事情值得称赞 但不要忘记为自己留点时间 从忙碌的日程中抽出一些时间 宠爱一下自己 这样并不自私 浮上面膜在热泡泡浴中放松一下 不仅能护肤 还能帮你减压和更好的照顾自己 每个人都应该懂得照顾自己哦 那你是哪种美人呢 你同意这个答案吗 在下面的留言区中告诉我们吧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将它分享给你的朋友 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持续锁定量生活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